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愈人数增加243人 达到了718例 美国昨日下午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经成功治愈出院 截至目前根据CDC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确诊病例依旧为11人 且疑似病例为87人 而加拿大方面 昨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报告 目前为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据了解 昨日由美国吉利德公司提供了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韦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临床研究 如果研究通过 该药物可以获得国家药监局审批过程 投入使用 让我们静后加音 希望早日可以获得治疗的特效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